任达华隐瞒多年的妻子近照曝光。 长着模样,难怪华哥至今不愿公开啊。 说到任达华,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,也知道他是香港著名的演员,他在娱乐圈也演了几十年的戏了,也出演过很多的经典的角色。 他和很多明星一样,出道时各种的跑龙套,不断地努力。 后来也是多次获得影帝的奖项,他的演技也是不断地提高,有些网友是有目共睹的,尤其是以前喜欢看港剧的朋友。 他的家庭也是不是很好,在他十一岁的时候,他父亲是一个警察,因公司殉职了。 只有靠住母亲的在工厂打工来供三个孩子读书,但是任达华也非常的懂事,除了认真读书,还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 后来他通过模特与拍广告的道路来帮助家里减轻负担,也是非常的幸运被看中了,也让他进入了影视圈。 他经典的作品就是劫匪片了,演技也是非常的精湛。 他的哥哥也非常的厉害,是香港港警务处副处长,而且可以调动飞虎队,在娱乐圈没有什么人敢惹他。 也知道任达华在娱乐圈拍了几十年的戏,也是合作过很多的有名女明星,像关芝林、威碧霞、邱淑珍、李时珍、朱音、舒淇等等明星。 在众多合作女星当中,当小编记忆犹新的是她和威碧霞合作的电影《经典》,《香魂》也是非常的著名,而且时隔过年以后,两个人再次同框,也是引起了众多的网友回忆曾经的经典。 不过,对于任达华很多人不会关注她的事业,往往更多的人关注明星的感情生活。 不过,很多人却不知道任达华的老婆是谁,之前也是没有看到她公开过自己的老婆。 也会让很多人好奇,事业成功的任达华,也是认识了很多人,后来也是相识了,自己的老婆,她是香港的名模奇奇,据知情人士爆料,两个人是一见钟情,这种情景不是在电视剧才有,原来在现实当中也会发生。 她的老婆的老婆的名字是叫明费奇,她的家庭背景也是非常的显赫,她13岁就移民到奥地利生活,在1995年回到香港发展。 他的妻子要小任达华12岁,如今的明费奇已经51岁了,而且模特出身的她,也是非常的高挑。 都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,但是看明费奇脸色丝毫看不到,该秃的秃,该翘的翘,也是让很多年轻人羡慕不已,肌肤依旧洁白戏闷,还有傲人的曲线让人羡慕不已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她平时会做素胃骨齿,是从百度上找来的,让人羡慕她的妖娆身姿,傲人羞伟,爱美的我尝试了数周,小肚子已经消失了。 很多人都说任达华真是娶了个好老婆。 曾经的明费奇也是有众多的人追求,最终被任达华的细心呵护给打动了,也是获得明费奇芳心,两个人结婚二十多年,从来没有绯闻,而且明费奇还为任达华生了一个女儿,女儿也是继承了母亲的美貌非常的漂亮, 也终于知道任达华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老婆的了,原来长得那么漂亮,是谁也愿意公开了。 父亲为警睦任禁求,1969年在水警轮上和多位同僚被一名脑部受伤警员枪杀殉职, 一、的任达华曾就读军器厂接警察官吏小学,在校时与李国林卫同班同学,住。 一、 之后于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修读旅游及酒店课程。 二、 他于1970年代中期以模特儿身份踏入演艺圈,接著与无线电视签约,在电视剧中陆续演出。 在70年代香港电视夜黄金岁月,不少经典剧集如《那一个晚上》,《千王之王》等他都有份参演配学,因此其实已有一定知名度。 至1985年在新扎师兄续集一句誓言反派韩斌更使他声名大噪。 1987年,任达华在拍摄书建恩仇录时因监制不让其接拍广告,双方发生争执,最终他在拍币还我本色后离开无线,也为家规,黄日华一同转投亚洲电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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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